中文字幕——YK 师父出来为什么不换双鞋子呢 这位大德看着村子里泥泞的路之后 意味深长地说 换鞋不如换路啊 徒弟顿觉心头一震 他在这个大德的带领下 找了一条石头路 从一旁走过 从此一捞涌玉 下雨再也不要换鞋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换路比较复杂 换鞋比较容易 但是人的毛病 就是在困难的时候 总是在无知地去适应着世界外环境的变化 随波逐流 别人要什么 我也要什么 别人要名要利 我也去要名要利 想一想 房产走得好 很多人借钱来做房产 最后产生了很多的烂尾楼 除此 就不知在这个世界 我们要懂得以自己的忍耐心 坚定地去寻找一条 适合自己能够解脱的道路 经常受到外界影响的人 他会扭曲本性 因为当他得不到的时候 他会拼命地去争 拼命地去抢 就会在他的心灵深处 造成了忧患和烦恼啊 安安静静 我和你 小看那些不如意 只要你 不怕风力 你看人生多么的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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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